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直接去做输出变成影片 也就是点选档案 我先把现在这个档案先储存起来 例如说我先放在我自己电脑文件底下 这叫例如说什么洞起来 台北 洞起来 台北战出来 乐活台北 好 然后点选储存 那接下来呢 我就先把这个影片先汇出 汇出变成什么 变成影片 建立视讯 建立视讯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不要把它做成1920x1080 这蛮大的一个档案 当然你也可以跋涉这么大的解析度 这叫2K 这还不到4K 这2K 其实已经很大了 可是网络的影片都是1280x720 然后你不用去管这个5秒 因为当我们今天每一张团影片 它可能时间都超过5秒 所以它不是以每张固定5秒时间 而是以所有我们设定动画跟转场时间为依据 建立视讯 我们就叫这个影片好了 存档 然后稍微等一下它这边就开始在跑 正在建立视讯 正在建立视讯 其实主要就是花了很多时间来去教你们说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有一部影片 我们用了简报里面动画跟转场 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比较喜欢 如果说我们介绍那个 就是你要带动一些情绪 我建议你先把图片变成黑白 变成灰阶 灰阶然后再变成彩色 那个感觉很好 就是 对 就是怎么讲呢 大家好像看起来那种感觉会很很很会被带动 好 这题文给你们参考一下 有 有 就是它有很多就是用黑白 然后直接转转变成彩色 你可以去搜寻我的简报制作 其中我就有介绍卡片 其中就有介绍像921地震 就是你会看到全部都是那个灰 灰阶的 然后呢 它慢慢的一点点变彩色 一点点变彩色 最后全部都变彩色 那种感觉很很漂亮 好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中 这边它影片正在制作 影片正在制作 然后 为什么需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呢 因为刚刚我们是做纯简报档案 那是一个很小的档案 现在这部影片大概假设有40秒 你看一下哦 总共这文件 文件底下这个站起来 站出来 乐活台北 总共呢 滑鼠右借 内容 看一下总共几秒 详细资料 这边有1分29秒 好 就蛮长的一部影片 好了 那52MB 52MB 快速点览一下 我们来去播放一下好了 建议的设定 上一部影片就做完了 老师 可是之前 之前我看联谊 他们都还一组 正门在做那个 魏力导演 在做 他们的照片 活动 一直放一直放 然后我们搞的 我们也跟着这样放 我们电脑都当掉 因为那个 那种软条跟这个差异 所以我现在在介绍 是用简报的方式 因为 其实我本来时间三个小时 然后 记者要求只能讲 80分钟 好 可是我会希望说 下一节课 我讲的方法 我会换掉 我想要介绍的是 线上免费制作 免费制作成影片的app 或者是线上软件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因为我可以再把它讲得 更清楚一点 刚刚简报不够 等一下我下课 我再想一下 好 那至于你说 会不会当掉 我只能这样讲说 可能会 因为我们公家机关 没有配独立的显示卡 而且你的图片 绝对不是只有六张 我现在只有六张 你一个活动下来 我跟你讲绝对有 是因为记证 他是用line给我的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把重点很多很多的 他挑重点 例如说局长有运动 他绝对不可能只拍一张 光是那个地方 可能他就拍了 假设十张都有可能 然后呢 我就会想说 如果你有十张给我 我就把它串成 什么样的一个 动态呈现的影片 提供根本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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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